一个视频告诉你 近十年里 丹佛绝金队为了夺得总冠军付出了多大代价 时间回到2011年赛季中期 绝金队核心卡梅罗安东尼对管理层彻底失去信心 于是主动向球队申请交易 要知道 绝金队在选中安东尼后7个赛季里有6个赛季 都是止步计后赛首轮 只有2008-09赛季闯入过西部决赛 而且安东尼在09-10赛季场均得分 高达28.2分 排在得分榜第三位 仅次于场均30.1分的杜兰特和场均29.7分的詹姆斯 身处巅峰期间渴望总冠军的安东尼 想改变现状也是无可厚非 于是绝金队通过一笔三方交易 送出卡梅罗安东尼 昌西比鲁普斯 巴尔克曼 安东尼卡特 希尔登威廉姆斯 和2016年的首轮签 换取到达尼罗加里纳利 威尔森钱德勒 雷蒙德菲尔顿 莫兹哥夫 科斯塔库福斯 外加2014年 2016年的首轮签 2012年和2013年的次轮签 就此 绝金队正式进入重建阶段 但是跟其他队伍不同 这只绝金通过交易 换取了很多 集战力和重建筹码 他们的球队实际实力 并没有下降太多 接下来的三个赛季里 这只平民绝金队 在乔治卡尔的带领下 依然是季后赛常客 全民皆兵的绝金队 在引进伊格达拉后 实力在上升一个档次 不过他们在当赛季季后赛首轮 以2比4不敌金州勇士队 2013年夏天 他们在失去伊格达拉后 便无缘季后赛 这也是他们自2003年后 首次无缘季后赛 阵中的头号得分手 是场军17.6分的泰劳森 而场军13.7分的法里德 已经是球队的二当家 此时此刻的绝金队 有必要进行大规模重建 2014年选秀大会 绝金队在新任总经理 蒂姆康纳利的经典下 在第16顺位选中努尔基奇 19顺位选中加里哈里斯 41顺位选中尼古拉约基奇 而这位最不起眼 且看起来最慵懒的二轮秀 将彻底改变这支绝金队 2014-15赛季 球队的成绩一落千丈 尽管球队的泰劳森 阿弗拉罗 法里德 钱德勒 加里纳利 威尔巴顿的场军得分 都能上双 球员的实力非常平均 全民皆兵 但他们阵中缺乏一名领袖 一名关键时刻的攻坚者 和一名战术核心 他们在经历了20胜39负的糟糕战绩后 管理层果断把布莱恩肖辞退 换梅尔文亨特上任 在换帅后 球队的战绩依然没有起色 他们在常规赛 仅取得30场胜利 排在西部12名 管理层在赛季结束后 聘请麦克马龙为信任主帅 2015年选秀大会 决进在第七顺位 选中伊曼纽尔木迪埃 然后与去年选中的新秀约基奇 正式签下一份 三年413万的廉价合同 由于约基奇被选中后 选择在塞尔维亚联赛 再磨练一个赛季 所以他如今才正式加盟绝金队 由于想重点培养新秀穆迪埃 所以把位置重合的泰劳森送走 于是通过交易 把头号得分手泰劳森 和一个2017年的四轮 送到火箭队 换来乔伊多西 帕帕尼古拉乌 普里吉尼奥 尼克约翰逊 外加一个2016年受保护的 首轮选秀权 约基奇加盟绝金队的首个赛季 便展现出高超的篮球技巧和球伤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二轮秀 能有如此成熟的心态 因努尔基奇伤病原因 约基奇在赛季的第27场比赛 便彻底取代了努尔基奇的位置 成为球队的首发中锋 约基奇交出场均10分 7篮板的成绩单 也成为了绝金队在当赛季的最大惊喜 当赛季 他们继续排名西部11 无缘季后赛 2016年选秀大会 绝金队在第7顺位 选中贾马尔姆雷 15顺位选中埃迪南德斯 19顺位选中玛丽克比斯利 值得一提的是 选中姆雷的7号签 正式交易安东尼 而从尼克斯得到的首轮选秀权 这是甜瓜为绝金队留下最后的东西 焕然一新的绝金队 年轻且充满活力 他们将继续以加里纳利为核心 征战新赛季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管理层发现了 他们球队真正值得培养的核心球员是约基奇 然而约基奇和穆雷这对新人 还有巨大的天赋带发掘 所以球队把战术核心和地位 都逐渐向两位新人倾斜 为了扶正约基奇 球队甚至把努尔基奇 和2017年的首轮签交易到开拓者 换取普拉姆利和2018年的次轮签 这是绝金队在重建之路 无比正确的选择 但是绝金管理层也有愚蠢之处 2017年选秀大会 绝金在13顺位选中多诺万米切尔 49顺位选中前查尔 51顺位选中蒙特莫里斯 由于考虑到阵中有穆雷的存在 所以他们果断把身高只有1.85米的米切尔 交易到爵士队 换来特雷拉尔斯和当年的24号秀泰勒来登 而让绝金管理层意想不到的是 穆雷和米切尔在三年后的季后赛 打出了史诗级的系列赛 两人在系列赛第四场 分别轰下50加的得分 联手创造了这场对攻大战 请不吝点赛